记者苏芳和台北报道,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执行长黄怡玲昨报资深国会助理H男社前信骚多名女助理黄怡玲今天下午收访表示H男已经进行骚扰有10年左右,是中年男子黄怡玲指出,目前有4名被害人跟他接触。 根据其他人说法,被害人哄达欺人H男在立院时间很久,有些是早期,有些是最近发生的,陆续都有发生信骚案件,受害人有资范也有资深员工。 黄怡玲表示,立法院常常会有委员互相合作的状况,H男到别的立委办公室接触被害人,其中一名被害人指控H男讲话习惯会靠很近,几乎要贴到脸,有一次没想到就直接亲脸颊。 这名被害人当吓一跳,受害者回办公室找自己委员申诉,加害人当场逃走,受害者的立委老板打给H男老板时,H男老板仅说有听其他人这样说,后续有无成处不少的,这件案子就无疾而终。 另一案件是大学毕业刚进立院的新助理,连自己同事也不熟,H男也是以业务关系,借机在讲话时手搭在对方肩上,甚至搂着这名受害者,让他每次跟H男讲完话都会躲到洗手间哭,后来男友也要他这个工作别做了,后来只能想办法躲开,H男不要来往,这件事情对这名受害者造成很大伤害, 甚至怀疑这是不是立院的潜规则,是否应该要接受。 黄以林强调,有受害者当场告诉H男这是骚扰,对方还吃乌孔就说不然你去申诉我啊,反正平常委员的陈勤案也是我在处理,这些状况屡见不鲜。 黄以林说,前几周家害者还有在立法院出现,不过现在是否还在职,他并不确定。 他认为H男的立委老板和部分受害者的老板没有处理,这是非常离谱的事情,发生性骚事件时旁边不是没有其他人,但现在职场文化就会认为你就离他远一点就好,也许他们两个很好。 这种默示不愿意得罪人的态度导致性骚行为不断发生,令人遗憾。 台湾女人连线台北市女性权益促进会台湾职业安全健康,连线和台湾展示协会等民间团体昨天举行。